原生鐵路有自己的OSU帳號 感謝大家多多支持原生鐵路製作的地圖 需要的話也可以在資訊欄下面找到原生鐵路的OSU帳號 感謝大家多多支持原生鐵路的地圖 感謝大家的支持 歡迎各位回到Let's Play Server的第8集 我們現在在綠花市站 今天我們在綠花市站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介紹一下目前原鐵的綠花市發展進度 第2集 之前在第30名歷史站的時候 有跟大家匯報過一次有關綠花市的發展 那時候綠花市只有兩三棟樓 現在看到這裡在意外其實是一片空地 基本上是一片空地 然後加了很多東西之後 就變成了現在逐步出現了使用的樣貌 那在介紹綠花市站之前呢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綠花市站發展的狀況 這裡向後拖展了一條街口 然後這裡有了橋 有了橋跨越綠花 車床在對面那裡 有了橋跨越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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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目前是綠花市的發展全貌 好 好 回來之後開始介紹了 綠花市站呢 現在 現在的新發展呢 大多數呢都是有 大多數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而現在呢 綠花市的事 市區規劃呢 就好像東沖市那樣 東沖市 東沖市的規劃呢 就是這裡有一條路 一條路接著另一條路 然後一條路再接著另一條路 再接著另一條更大的路出去 大路出去 在一個情況之下就是 搭東路接上東路接雨東路 然後呢 這裡呢 我們也有一條路 第二條環狀路 和第三條更大的路 連接外面的道路 這裡其實有兩條支線 實際上 對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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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呢 發展呢 就緊緊局限於環內 實際上應該是綠花車座以內的部分 但是呢 自圓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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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山線完成之後呢 由於 由於 這裡呢 發展迅速飽和 所以 決定就要 拖展 開始拖展 而第一期就會拖展向西面 西面進行發展 而就是現在看到 在這條路 在六花車座以西的三六樓 首先就說一下六花市 六花市就新增了 好幾個出口 新增了好幾個出口 新增了一大式的C出口 頭兩個都可以通過巴士總站 因為呢 這個巴士總站之下呢 可以通過這條路上來之後呢 就 載到入閘 然後到月台乘坐 休比特斯尼車出 出去市區 然後就是 剛才說的C1C2 C3出口 這裏都是有一個巴士總站的空間 但是呢 過了巴士總站之後呢 我就來到一個 輕鐵站 問號 有人就會 問我 我們什麼時候有規劃輕鐵的 這個是 原鐵超前預留的規劃 就是 就是 未來原鐵呢 在六花市呢 將會持有輕鐵 而這些輕鐵呢 有參考設計 就來自於DLR 所以呢 所以呢 車站的格式呢 也都要用回DLR的格式 以防大家不知道DLR是什麼 DLR就是 倫敦的DOT Lens Light Railway的格稱 是 是以 迷你列車 迷你 或是V列車 去 跑不同的線路 因為它跑不同的線路 由於我們香港輕鐵這樣 只不過它是組合成 一次線路之後再發包成不同的路線 為什麼呢 而六花市站這裡呢 因為整個六花市呢 將來也會有輕鐵 輕鐵 其實簡單來說應該DLR服務 服務我們這區六花市的 將為原鐵自行規劃 詳細的情況呢 就會到時候呢 第四期的時候就公佈 第三期呢 就由於優比特線 和優比特線和華山線其他人 其他人方面的發展遲緩呢 即是第七站第八站啊 還有紫線直通的部分呢 而 二站是暫緩的 所以三期遲遲都走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因為其實呢 我之前說過有規定呢 Let's Play Server呢 只可以一次過同時做兩個項目而已 我們現在兩個項目都還沒做完 那自然就不能夠開啟第三個項目 也就是第三期的規劃啦 所以呢 所以第三期的規劃呢 就謹慎大家生活現代了 好 接著 然後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 就 這條就是 DLR的娛樂部櫃 未來就會沿著這裡 再沿著這條向西的路出去 再沿著這條向西的路出去呢 就會有一條支線 接著呢 往南方面呢 往南往東 外灣村那邊呢 都有支線 然後再說一下 這裡啊 這裡 城西的發展 也就是六花車廠以西的發展 這裡是一座雙客來的 一路做雙客啦 然後這裡有 三十六 三十六火給大家租的 加上三十六火 就 多一個招租啦 三十六火加上十八層樓 你看看出去的風景呢 看出去的風景其實一覽無謂的 可以站在這裡 然後一口氣開個S3K 一口氣開個S3K 一口氣開個S3K 然後剛才開Shader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整個六花士傳法啦 其實下低一點 由於呢 這個只有十六 十六 十六個窗 所以下去看呢 效果會更加好 下去看的話 效果真的會更好一點 看看回來吧 說完西面 現在就繼續說東面發展啦 東面這裡呢 我們興建了一個 原生公司旗下的商場啦 這裡有二十四間店鋪 四層樓給大家租的 這個設計呢 都創了比較白色 純白色的設計 都是原生現代風格啦 白色純白色的設計 黑白色的設計 黑白風 給大家看看吧 這裡還有一個建築的樓 樓樓下面這裡會有一個停車場的 大家暫時不肯定 這個停車場會不會接通到六花士 六花士站 六花士站 然後上去九城 那裡是輕易站 然後我們看到有一間 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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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間餐廳給大家休息的 對 實際上這間門開聲的 聽不到門聲就是門開聲的 這間餐廳呢就位於六花士比較偏遠的位置 在城城邊緣 提供了一個給大家休息的空間 在白王之中 也可以喘下 然後 享受你自己的 你自己 你自己讀書的 讀書一刻 這裡可以看到海景的 對 還有全線 整個六花士 人工開放線 其實都已經新增了 新增了這些湖南 防止人 防止遊客 去到 一不小心掉下水 然後 又要叫小房車 大致上 六花士的發展 就是這麼大把 接下來 我們就會 將重心 放回西南哲雲 和 優比特線 現在優比特線 那邊 起月能 而西南哲雲 第二期 也就是 去到 澳閘基 和 更加遠的地方 已經開始動工了 所以請大家拭目以待 到時候 圓鐵和 新南哲雲 Pofi 合作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圓 新鐵路 記得 要 Like & Subscribe 和 不要錯過圓鐵 發展最新的資訊 好 我們這一集 就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